坐在你对面的人 如果把手机倒扣着 从心理学上来说 他大概率有不想告你的秘密 如果一个人在发愣 你突然问他 你在想什么呢 不要听他任何回答 只要他的手靠近鼻子 或者眉骨的位置 那么他对你所说的一切 都是在撒谎 如果你在问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时 他的回答多次重复了你的问题 那么他更有可能是在隐瞒这件事 比如你问他 你是不是去他家找他了 一般的回答是 我没有啊 没有啊 掩饰性的回答是 我没有去他家里找他 你看重复你的问题 是想用更加肯定强调的话 让你信服 如果一个人真的生气了 他拍桌子和怒吼 一定是同步的 如果他先拍桌子后站起来 那么他只是在装生气